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年6月24号到9月24号 北京共接到临床诊断报告160例广州管源献虫病病例 据图示医生介绍 95%以上的患者在治疗后不会留下后遗症 由于绝大多数患者都曾经在北京蜀国演艺酒楼 使用过凉拌螺肉 卫生部门也在该酒楼的螺肉中 剪出了广州管源献虫的幼虫 卫生部门确认 造成这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单位 为该酒楼所属公司 这个很短 就是当时是叫做蜀国演艺酒楼 它弄的一种凉拌螺肉 但是这个螺肉它用的是福寿螺 福寿螺知道吧 这福寿螺里有大量的 叫做广东管源献虫的幼虫 所以吃了以后有160个人出现病症 住了院 95个人进去以后 发现有25例还是重症 所以当时呢 新闻报道对这个事情报道非常多 因为这件事 大家就认识了一个叫做广东管源献虫病 这么一个病 从此呢 各地也开始严查福寿螺 就不让吃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啊 就是从2009年开始 四川陆续有人到医院去看病 然后一检查 就说是他们寄生虫感染 当时这个叫做省医院传染科 住了14个这样的病人 医生说他们一来 我们一看同样的症状 就问吃门吃生鱼 我们这都快成医朽科了 就当时这个网上这么报道 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吃过生鱼 还好 那第三件事呢 是网上登的 说是美女 因吃青蛙脑部感染寄生虫 一动脑筋想的太多 就会抽数 这个事呢 这个女的是一个重庆的防企高管 因为她经常患这个癫痫病啊 没办法工作了 为什么呢 后来到医院去查 说是她经常吃那个蒜火锅 吃青蛙 最后医生说 你这个脑子里是这个虫子 这是她当时的这个脑子里的那个拍的脑子 那个片子 医生从她脑子里取出了一条 名叫慢式蝶宫条虫的猎头幼寄生虫 长约10厘米 医生说猎头幼一般寄居在蛙类和蛇类的体内 爆炒也不会死 刘芳想到 有一段时间自己经常和朋友在外面吃青蛙火锅 可能是感染的诱发因素 这个就是叫做猎头幼的虫子 这个我们也在第四讲的时候要详细讲 这样大家就认识了 那么从2007年以来呢 就出现了这个脾虫 叮咬甚至是致死的病例 这个听说过没有 有人听说 因为在好几个地方都有 河南 山东 安徽 浙江 等等 而且是河南监测发生此病 是557例 造成了18例死亡 所以当地呢 也造成了一些人的恐慌 甚至北京那边也有一些小区 发现脾虫以后 居民产生了恐慌 卫生部对这个事就非常重视 连续报道了几次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脾传疾病事件的最新进展 河南山东出现的脾虫叮咬 这些人发病甚至造成死亡的情况 引起了卫生部的高度重视 而且卫生部派出了三人专家组 奔赴河南双城县 展开调查 这个是脾传病引起的这个恐慌 后来呢 卫生部又对各地的脾虫进行了跟踪调查 包括对病人的这个跟踪研究 2009年至2010年 在我国河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苏辽宁等地 相继出现发热半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病例 经中国疾病防控中心研究证实 这是由一种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所致 因和皮虫叮咬有关 所以被称为皮叮咬病 皮虫叮咬后可以引发过敏 溃疡或发炎等症状 卫生部日前发布通知 对于确诊的皮虫病病例 家属要密切观察病人有无呕血 牙龈出血 血便或血尿等出血现象 有出血表现应该住院治疗 尽量单间隔离 对接触过病人血液体液 血性分泌物或排泄物 又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接触者 要观察14天 如出现发热等症状 应立即前往医院诊治 这是关于皮的这些事件的报道 后来又有一件事 就是今年刚刚发生的 当时这个故事怎么回事呢 我们注意到 报道说是有一家 他父亲先得病 后来治了很久都没治好 结果他儿子 9岁的儿子 也出现肚子疼的症状 一夜模一样 到了医院一看 医生说是蓝尾炎 就做了手术切除了 结果那父子俩还是不好 从私立医院到县立医院 到这个州级医院到省立医院 花了十万多块钱 还是治不好 后来当时这家这个父亲呢 就决定牺牲自己 不再治了 说儿子无论如何也要保啊 就说是给儿子治 他这类似这样的事呢 就被报道上网上去了 当地政府知道以后呢 一看说有这么多人病了 所以马上就重视起来 州的卫生局局长 亲自到他们家 就动员他父亲说 你一定要治 现在呢 我们是这个新农河 所有治这个病的上部封顶 全报销 尤其是就这个病 已经发生了26起 省里就很重视 然后就报卫生部 先是省里的医生 进驻当地 后来是卫生部 他们就专门派这个 寄生虫预防控制中心的 11个专家 进驻到这个地方 进行检查 最后检查完了 得出结论说 不是什么新病 这个就是叫做 片形吸虫病 通过治疗 基本上他们这个病都好了 但是这件事呢 给我们一个启发 因为我们在这儿 是研究了多年 片形吸虫病的 我们知道 这个片形吸虫病 全世界分布 在我们国家也是 加蓄当中非常普遍 就几乎每个地方 每个养牛养羊的地方 几乎都有 这些草食动物 吃了以后 就会感染 那旁边你看 画了一个人的脸 就说人如果不小心 吃了在同一地区 加蓄排出来的 这个虫子 长成囊幼 它接在这个水生蔬菜上 那人就会感染 所以这次 它这个事件呢 就是当地的人 吃那个鱼腥草 那鱼腥草没有洗干净 上面带着囊幼 那我们就想了 我们到处都有 这个片形吸虫感染 那人 如果是吃了 污染的这种 蔬菜 那也会感染 所以我们也很想 做这个研究 而且技术上 也并不是很困难 现在呢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这个病是个重要的人群 共患病 有学者估计 全球有 240万人感染 还有人认为说 你统计的不完全 恐怕有1700万人感染 有人就把 1973年以来 25年到95年 统计的51个国家 报道的7071例 病例 做了一个分析 其中 非洲是487例 美洲是3267例 亚洲是354例 欧洲是2951例 所以你看看这个数字 美洲和欧洲 比非洲和亚洲 大了差不多近10倍 你觉得这个数字可靠吗 又是这种病 实际上是跟这个 生活水平和这个生产水平 这个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数字绝对不可靠 肯定是非洲和亚洲的人 感染要比美洲和欧洲的人要多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就是说往往这个病如果人感染的地方都是一些贫困地区 那他的医疗条件很差 所以人根本是不去看病诊断不出来 是这么个原因 所以统计不上来 所以这个就使我们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动物和人和生态健康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现在每38个新病源当中有75%源于动物 以前出现这个新的病源是5到10年 像什么SARS啊 什么艾滋病啊 这都是 现在呢 是每8个月就会出现 所以最近好久没有传出有新病了 我们注意到可能又开始要有了 咱们学医的一定要关注这方面的情况 有1400多种传染给人的疾病当中 有800种是可以透过肿间屏障的 肿间屏障知道吧 就本来我们讲病的时候说 肿和肿之间会有一种天然的抵抗 他不传染 牛不传染马的病 或者人不传染什么的病 但是现在发现1400多种人类的疾病都是800种 本来是动物的 所以这个肿间屏障经常在被打破 那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使人们认识到动物一病对这个人类的健康 对经济发展 甚至社会稳定 像刚才那个问题 社会稳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就是我们兽医的作用了 整个人医兽医 还有就是科学界提出一个理念 叫做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健康 动物与人类生态关系中降低传染病风险的战略框架 这个呢 是在2008年 由粮农组织 动物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银行 联合国禽流感防控协调系统 他们共同开会 大家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战略框架 强调的是国际间 国内各个部门之间 社会各团体之间 一定要强化合作 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 还有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 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 是密切相连 所以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健康 我们兽医呢 也要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就是包括动物健康 食品安全和生态保护 这些 我们看兽医防控人类共患病和食原性寄生虫病呢 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2009年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御法公布的具体的26种人序共患病 人序共患病知道吧 对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这里就有8种是寄生虫病 希望大家学了以后记住这个人序共患寄生虫病 这8种病 血膝虫病 玄毛虫病 猪囊虫病 片形膝虫病 我们这个课上基本上都要讲到 私虫病 利斯万病呢 现在不算是特别多 所以我们就不讲了 宫性虫病和鸡头虫病我们也要讲 另外就除了人序共患 人序之间互相感染之外 还有一种概念叫做食原性寄生虫病 食原性寄生虫病 什么意思 能猜出来吧 吃的 对 那个吃的东西里头带有虫卵 或者是带有幼虫 刚才说到的玄毛虫病 涛虫病 甘息虫病 这个流行区已经到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 已经非常广泛了 而且由于市场开放 现在续禽肉还有其他的水产肉供应非常丰富 运输也非常远 我们可以吃到其他省的这些续产品 再加上有一些乡村食品监督并不是很严 没有严格的按照国家规定的卫生监督制度来做 同时还有一些饮食习惯难以改变 吃生 半生 这些 所以造成了食元性寄生虫病是呈上升的趋势 由于以上原因呢 就是一些经过食物感染的食元性寄生虫 流行程度在部分地区就逐渐扩大 另外啊 还有一些是属于原来就真的就是只是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病 因为我们讲到病的时候都会讲到它有一定的地区性或者是动物群体性的 那么这些本来在动物之间传的病 比如说野生动物 它没有接触到人 它本来不在人的这个环境中流行 那么人破坏了它的这个CCD 人就会得了 就目前就我们的医生的这个知识还不知道会有一些动物的寄生虫病怎么会出现在人的身体上 所以一旦发生这种事呢 就会造成误诊 像前面提到的那个广东管原献虫 还有就刚才也是那个报道里提到的把片形吸虫的小男孩当成是蓝尾炎就切除了 后边我们还要讲类似的例子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的由动物感染的精神虫病啊 都是在手术当中发现的 就如果不动手术 他根本不知道是感染了动物的精神虫 所以这些呢 使我们想到刚才提到这个one world one health 就是学科之间 一神医兽医生物学家之间密切合作 我们要承担起这个保障动物健康 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这样的社会责任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目前主要的动物寄生虫感染的情况 下面是这个2004年 全国寄生虫病调查的结果推算出来的啊 因为他当时是查虫卵 还有做血腥血检查 然后根据那个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抽查的数据统计出来 肝西虫知道不知道这个病 多少个人知道举手 那一半以上还不错啊 肝西虫也叫华之岗西虫 感染率那时候2004年算是1249万 目前有人统计是到了1500万啊 呃上升的最厉害的就是广东 还有哪 广西对 另外还有一个吉林啊 从绝对数字来看是黑龙江高 但是吉林上升的快 广东上升是182 百分之182 呃 广西好像160几 吉林上升630 百分之630 就过去他的基数很低 现在突然感染的人很多 所以上升率是百分之630 啊 呃 还有一个是叫做带掏虫 那带掏虫呢 在第二讲 呃就要讲 带掏虫是呃 人德的掏虫是因为什么德的知道吗 猪什么 啊 猪肉什么 呃 是猪肉里带的什么东西 囊虫 听说吧 猪囊虫 豆猪肉 是吧 那你们还是有这个概念的啊 带掏虫呢 这里头不光是猪 牛也带一种 叫做无钩掏虫 猪是有钩掏虫 这个带掏虫的感染人数是55万 而且你们看是四川西藏上升了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九十七这么高 这是因为什么 对 不吃熟的 是没煮熟 而且是主要可能吃牛肉 牛肉也带的很多 就牛带掏虫 呃 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就是包虫病 包虫病听说过吗 哎 因为这个病是在西北地区 所以咱们南方可能很少听说很少得 这个很厉害 这个也是号称叫做寄生虫性癌症 它那个在肝上长一个一个大包就跟癌症一样 呃 这个病在西北在农牧区特别多 到时候我们在第五讲吧 可能要讲到啊 为什么 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增长了呢 可能有些同学上过我们基础同学课 我们提到过 寄生虫病本来被认为是不发达的地区和穷人的病 那现在怎么我们经济发展了 反而到上升了呢 所以这里有很多原因 我们分析了其中几个原因啊 一个是全球化的旅游速度和疾病的传播速度超过了可控范围 一元地的界限区别被打破 人和动物可以带着病原 很容易的就坐飞机坐轮船跨洋过海就传播过来了 这个容易理解啊 现在我们飞机上万一藏着一个蚊子藏着一个什么虫子就可能带过来 还有就是人 人本身带病 到那个地方去 又随意大小便 把这个虫卵排到那边可能就传播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就是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本来比如说这片地方从来无人区没有人来 它动物之间会有一些病传播 结果你人去了砍伐森林或者是啃荒 人进去之后呢 就接触到这些动物的金属虫病 那人呢就会被感染 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这些病 没有任何抵抗力 那你一带了这个病以后 可能就会引起各种非常比较严重的这个问题了 甚至是像那个痞的那个事件当中 会到郊外也有把这个痞从带进城市里 这样也可能 第三个 就是现代工农业建设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也使一些疾病呢 超出了原来的流行范围 比如说我们修水库 修水库本来是好事吧 但是你水位抬高了 那原来在这个低的地方生活的一些动物或者是媒介物 随着水位的抬高就流传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地区了 这样就把病都带来了 像我们都知道那个血腥虫病 血腥虫病它就是跟着水走的 那个钉罗是跟着水走的 所以我们血腥虫防控就注意这点 一旦修水库就要严密监视上游是不是被血腥虫污染了 第四点呢 全球变暖 这个谁都知道 那全球变暖对我们有些什么影响 就是说过去在热带亚热带流行的一些病 随着全球变暖 这个虫子会往北移 北边也暖和了 它也适应了 最近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报道 就是美国现在发生了一种叫做新艾滋病的 它实际上呢 我画的这个虫子 照着这个虫子 它是一种我们叫臭春一种昆虫 这个虫子来传染这种所谓的新艾滋病 传的是什么 是椎虫 第五个叫做机会性致病寄生虫 异常的增殖和致病力增强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有一些寄生虫啊 它广泛的在自然界存在 可能我们都带 如果你身体健康的话 完全不表现症状 这个寄生虫也一样 平常都不表现症状 但是现在呢 一个是艾滋病 再一个是免疫缺损症 免疫缺损症 有几种情况可以发生 就免疫力低下 器官移植 知道吧 要打这个免疫之际 防止它排斥 对吧 再一个是 比如有一些病的时候 它也打这个免疫之际 这样的就造成人的免疫 机能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机会性的寄生虫就会感染 那随着现在我们 用这种免疫抑制剂 和艾滋病的广泛流传 那这种条件性寄生虫就多了 而且它的治病率也厉害了 本来是不怎么治病 现在甚至在这些免疫缺损的人的身上 会造成死亡 这个在这个发达国家 比如日本 荷兰 美国 法国英国 这些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第六点呢 就是少见或者罕见的机能重病增加 这里除了一些 我们说是本来是动物的 现在感染人了 还有一些就是过去动物都很少见 现在这个病例增加了 为什么呢 其实说起来是好事 是因为我们的诊断技术提高了 过去诊断不了 现在诊断出来了 所以总的来看呢 就是寄生虫病的增加 也不完全说是 就是我们生活条件太差了 医疗条件太差 不完全是这样 也有一些是因为过去没有发现 现在发现了 也可以说是个好事 那我们发现了问题 积极的解决问题 这样呢 就可以减少这个寄生虫病对人的危害 根据这个情况 我们怎么解决问题 就寄生虫病这么严重 对于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水平来说是很不相称的 因为我们这个已经 虽然我们自己说是小康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总体寄生虫病已经很高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关注社会发展 关注人的发展 关注人的健康 所以国家对这个事非常重视 刚才讲到2001年到2004年做了这个全国寄生虫病调查之后 就定了一个2006年到2015年全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 这里呢 就是跟我们动物有关的精神虫病 因为有一些是比如土圆性的呀 这些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就讲跟我们动物有关的 首先一个就是甘西虫 甘西虫提出来的目标 要2015年达到下降50% 再一个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包虫病 在西北地区的 包虫病既然它是基生虫癌症 而且都是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这个是对这个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提出来 10岁以下儿童的包虫病感染率要下降60% 下降60%就是要保护儿童 再一个跟我们受益有关 犬基球掏虫的感染率要下降70% 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讲 因为它跟我们这个犬是密切相关的 从我们国家在这个防控流行病传染病这方面的经验来看 实际上只要政府一重视 老百姓一动员一宣传起来 全民参与 再有科学支撑 我们这事就能做成 上个世纪我们 这个血腥虫病听说过吧 防止血腥虫病 是吧 当时毛主席一提出来 一定要消灭血腥虫 写了这个七律二手送温神 这个是我九几年在法国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基中同学杂志 Parisology Today 所以这上面登的中文的毛主席诗词就是他当时目的就是说我们中国在防控血腥虫病方面做得非常好 当时就是一重视一抓了以后呢 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 我们整个的这个血腥虫病原来是这么多啊 整个这个南方这一片感染的是有12个省市 到了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五个省市区达到了阻断标准 你看干净的那个地方 包括我们广西 所以现在我们上课的时候血腥虫病都不像以前差不多要讲一两节课呢 现在我们基本就讲一下主要的讲一下防控 那到了今年新世纪开出的时候又说到叫做千年温神又重来 这里头有自然因素有人为因素 后来2003年的时候政府报告中就提出来了 现在血腥虫病又上升了一定要控制 马上第二年国务院就组织这个血腥虫防控小组制定了十年规划 立刻行动起来了 其中最主要一条就是还是要坚持这个监控血腥虫病的保存数据 就是牛啊就跟我们授予有关 因为牛在血腥虫病的传播当中非常重要 所以呢 这个只要政府重视了一般的经费就有了 但是呢还是要考虑钱要花对地方 就是我们的科学要支撑 我们的防控的措施要得到 从技术层面对于流行病总的防控原则 我们讲一般是三点 流行病的传播要素是先有病源 如果没有病源它不会传播 第二个呢是有一个传播途径 传染病可能是靠空气啊靠水啊靠人和人的接触啊 寄生虫病呢还有一个特点 它经常会经过一个其他的我们叫中间宿主的 人可能和原来的病的动物病的人并没有接触 但是他接触了这个中间宿主就会感染 就是一个传播途径 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有叫易感动物或者叫做易感人群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这个人很健康或者说你有免疫力了 那你不会感同样我们两个人呃我有免疫你没有 我们俩在一样的环境下吃一样的东西可能你就感病 所以这个叫做三要素 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而且根据每个不同的病它的情况会不同 那我们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就是要控制这三个的联系 你切断任何一个联系 比如说你把这个病原消灭了就不会感染了 或者说你把人群保护了也不会感染了 或者是传播途径当中你切断一个都不会感染了 所以这个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就知道一般我们的原则要怎么样应用 呃先讲一个猪的江片虫的例子 这个江片西虫啊 这个在东南亚以前是非常严重的 甚至现在就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国家 你们要旅游的话可能还要提到这个病 在我们国家解放前也是很严重 在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代有些学者也做过研究 猪的感染率最高的可以到百分之六十几 呃在这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那时候的资料呢 人群的感染率是百分之三十八 高的地方可能是百分之五十 到了88年94年那次呃第一次全国人重点寄生虫调查的时候 最高的省是湖北 湖北感染才是1.87就不高了 后来到了第二次就刚才说到那个01年到04年那次调查的时候 他只提到寄生虫感染还有江片西虫都没有提这个感染率 就已经不在重要的因为是重点寄生虫病调查就不在重点病里头了 这个什么原因呢按说这个我们国家也没有搞专门针对江片虫的运动也没有投多很多钱 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就要了解寄生虫病的这个传播方式 呃我们看一下不管是人和猪 他排出来的虫卵一定要入水 这是第一个条件啊 在水里才能够遇到那些扁卷螺 它的中间宿主在里头进行无性繁殖 无性繁殖之后经过几代咱们就不详细讲了 最后出来那个叫尾幼带尾巴的 这个尾幼一定要在水里头长的这个植物上 结成一种小囊幼很小比真家还小 如果呃用这个水生饲料 比如说咱们原来很多水葫芦 还有很多水草就直接喂猪了 那猪就得了 那人什么时候得 吃那个菱角吃吧 马蹄吃吧 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在水里头 还有一些什么梦菜 沾到这个囊幼的人都可以感染 啊 那首先了解这几个基本点啊 首先它是猪和人的基础充病 别的动物没有很干净 然后近几年养猪怎么养了大部分的猪 饲料喂 还有呢 卷起来了 对吧 那么这两个条件就实现了什么 虫卵 切断了一个传染传播途径 虫卵就不能入水了 而且猪吃不到水生饲料了 这个一切以后 猪的感染率大幅下降 那猪的感染率下降 就相当于是一半的传染源 甚至一大半的传染源都没了 对吧 那你说人的感染率还高吗 通过这个分析以后 我们就知道综合防治措施怎么定的了 找住它一个点 找住它最容易突破的一个点 再来看一个例子 猪囊虫现在在发达国家 也几乎没有了 为什么呢 猪囊虫它的传播途径 是人带的成虫叫掏虫 对吧 这个掏虫排出的运卵结片就这儿 被猪吃到 在猪的肉里长成什么 囊虫 然后人吃到猪肉里的囊虫 就进去又变成掏虫 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史 那么现在呢 首先 像发达国家的猪 是绝对不会有粪便出去的 全都是捐起来养 农村的猪 他们也很注意 那么我们国家也是 很多 这个大的养猪场 也做到这一点了 那第二点 如果按照国家规定 这个猪肉必须要捡猪囊虫 捡到以后是不许进入市场的 这一点如果卡住了 那人就吃不到了 那只要猪吃不到虫卵 他就不得囊虫 人吃不到囊虫又 就不得掏虫 这个病就怎么样 对 所以从这个生活史 我们一看的话 防控这个病实际上 要是坚持做到这几点 并不难 现在是正在进行什么 新农村建设 改水 改测 所以这个 如果这个问题抓好的话 这些病应该被控制住 下面再讲这个机球又 就是包虫病 包虫病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包虫病的流行区 经常是在牧区 而且他的这个病的传播途径呢 是通过 看见没有那边 中宿主是什么 有狗 还有像狼 像猫 像什么 都是这个食肉动物 它是怎么传的呢 就是 它们肚子里的掏虫 很小 它们小肠里的掏虫 排出的虫卵 到了外界以后 基本上是被那些小的野生动物 还有的时候是牛羊给吃到了以后 就长成了机球又 然后这些野生动物被这个肉食动物吃了以后 这个生活史就完成了 人是什么呢 人是另外一个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人是活着的话 不会被那些 肉食动物吃掉 这个生活史不会在这完成 但是人呢 可以吃到这些 中落宿主排出的虫卵 人长这种 包虫 那它的防治措施应该什么 第一 先是要消灭这个病原 就是想办法 不让这些野生动物排出这么多虫卵 就可以保护人了 但是这点做起来容易不容易 不太容易 那我们再想一个办法 提高一杆动物的抵抗力 给人保护一下 那人保护呢 就是治疗 喝着是说用疫苗 或者怎么样 但是这个疫苗 现在还没研究出来 对牛羊的 鸡球幼的疫苗 新西兰研究出来了 也在试验 就想是保护一下 一个易感动物 但人的还没有用 那么 我们如果要是说 切断这个虫卵 就必须要想办法 控制这些狗 控制这些野生动物 那如果是我们牧区 人养的狗 可不可以控制呢 还是可以的 所以牧区的犬 规范驱虫覆盖率 要达到80% 这会提出一个任务来了 就是为了保护人 为了提高生产 必须要狗都要驱虫 这个病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主要是在西部 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而且经常是这些妇女儿童 小孩在草地上玩 容易得 所以这个病呢 如果不控制住 西部人民没法支付 所以国家就对这个重视了 那我们来看 保护人 提高人的抵抗力 还要控制这个病原 那我们来看看 他提的具体三个要素 就是人群规范药物 驱虫覆盖率 达到80%以上 还要在寄生虫病 防治知晓率 学生要达到90% 所以你们一定要提高 还要向别人宣传 健康行为形成率 就是要勤洗手啊 什么这些健康行为 不吃生啊 还有就是提到 乡镇医生的医务专业知识 也要提高 同时对食源性的 寄生虫病的防控 我们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个是要了解 到底都有哪些病 要进行一些这个调查 第二个是要培养 食源性寄生虫病 监测防治队伍 其中就包括我们未来的这些兽医和这个动物检疫防疫人员 第三个呢 就是要建立预警机制 要知道什么地方可能会有这样的病发生 就平常要了解流行病学的情况 一旦发生了就要马上处理 第四个呢 要开展健康促进教育 就是改变我们的不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吃生的呀 还有就是不太卫生啊 生熟不分啊 等等这些习惯 这样我们就可以防治住了 那么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 其实我们的目的 还不是说讲我们的专业课 而是一种普及性的公选课嘛 就是要我们 寄生虫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 起码在我们学生当中要达到90% 我们的主要课程要讲什么呢 就选择我们当前危害最严重的几个病 把它分成六讲来讲 今天是概论 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第二讲我们就讲肉里面都有什么虫 就肉里带的虫 第三个就是讲生虾鱼鲜 这个现在我们简易做的还不够 这里有一些危险 我们要知道 第四个呢 就是经常有人爱吃野味 听信偏方吃些生的东西 这里的危险性最大 我们就在第四讲专门讲这种 第五个 像刚才提到的 环境中可能还有一些寄生虫 我们在第五讲里 第六个 现在养宠物越来越多了 宠物是好朋友 但是呢 它毕竟是个动物 它也会带来很多寄生虫病 所以我们也要讲一下 第七个就是 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下 也可能感染的寄生虫病 所以我们准备在这七讲里呢 大致的把一些重要的 由动物感染人的经历生虫病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今天这讲呢 我们就讲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收获 谢谢 谢谢 谢谢